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越南遭到了暴雨 而且是有人员损失 但是他请求中方不要开闸放水 但据我了解这里边有引擎 中方也是把真实的情况给大家公布了 越南其实不地打 超强台风摩羯在越南造成洪灾 伤患人数不断上升 部分主要交通线是受损 很多地区的电力供应电信服务都中断 根据越南的灾害管理局的通报说 强降水造成山顶滑坡 洪水已经造成至少127人死亡 54人失踪 而且洪水可能进一步加剧 越南多个县市的洪水达到创纪录水平了 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北部地区 很多社区都泡在水里 民众只能连夜撤离 来不及撤离民众登上屋顶等待救援 除此之外 由于洪水对输电线路造成破坏 北部地区很多科技园停电 工厂运作也被迫中断 越南日本工商会秘书长 也表示有超过80家日本的企业受损停厂 要一周后才能复工 这个洪水给越南带来巨大的损失 打击了外国投资者信心 其实从越南缺电尤其夏季高温然后缺电 其实你现在他搞什么工业化呢 他连能源都没有搞什么工业化 越南的电力不稳定 一直得不到保障 投资工厂也非常尴尬 但是越南肯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 就是说是市政能力 包括能源没配套好吗 他怎么办呢 他把责任怪在中国身上 不地道吧 像不像这个 像不像菲律宾 像不像台湾 像不像印度 新加坡首先报道 说越南官员说 中国没有与越方协调 就开闸向盘龙江泄洪 说加剧越南洪灾 越南外交部也通过中国驻业使馆 对中方提出要求 希望中国配合越南防洪工作 不要在上游开闸泄洪 当然这个洪水啊 是中国开闸泄洪 中国外交部对此的谋宁表示 越方表态是虚假神说 我们不认 说受强台风影响 中越边境地区受灾严重 中越就防洪 抗洪 合作应该保持密切良好骨头 而且为了对越方的抗洪工作 进行支持 中方还在上游水电站 蓝洪蓄水 我们可没有开闸 而是蓝洪 翻译所说的这次 不仅仅越南 我们广西 广东云南 是不是也受灾啊 实际上这个带的水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中国的地带 如果我们不开闸放水 一定是溃坝风险 下游的越南遭受损失肯定是更大 所以我们与越方进行协调以后 中方减少泄洪量 我们泄洪 但是我们减少泄洪量 而且推迟西洪时间 给越南防洪争取更多时间 就是这次洪灾严重 这个事儿有自然因素 也有人为因素 其实中方在上游建了很多水电站 越南这些年一直过得挺舒服 就是没有去升级维护它的水利设施 就是说有了灾才知道自己以前欠账多少 导致越南大部分水利设施非常老旧 一旦遭遇强责任灾害 只能手毛脚乱 而且越南全都责怪中国 而且把中国放水 难道是中国放水你就遭灾吗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肯定有自己因素 而且中国中越边境的几条河流流下 并不是单向的 越南的据我了解 越南泄洪的洪水是涌入中国广西 加剧广西的洪灾的 就是你倒打一拍 你的泄洪最后导致我中国广西受灾 中方没有找越南麻烦 我们非常安静 媒体也没报 咱们这一定要报现实 就是越南泄洪油把广西给延了 但是中国这边泄洪也是控制了 考虑你的情况 然后越南把中国泄洪就当做理由 实际就推卸责任 这说明政府完全是没能力 咱们只能说没能力 小人一个 越南自己先叫起来 这只能说明什么 说明自己能力很差 而且只会甩泽 中方虽然一直对越南释放善意 尽可能给越南方便 但是越南似乎是从来不重视 这种什么兄弟家同志的感情 咱们讲的 中国也不要对越南抱有任何幻想 近期越南做很多事情令中国心寒的 其实越南这个国家 其实咱们了解 我是真了解过 因为我跟他们干过 我跟越南人干过 咱俩不了解 这是年轻的时候 越南不是中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确实 咱们不能说 越南普通老百姓都这样 但是我觉得越南的统阶级 对中国的宣传肯定起动了 阮服中去世后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 一直是对中国强硬 偷偷的又在偷建南海岛礁 是吧 包括和菲律宾缴在一起 南海联合军 实际要瓜分中国南海岛礁 这二位要瓜分中国 你可以想想 这开大玩笑 中国现在是GDP 马上世界第一了 似乎是我觉得 另外似乎为了减少对中国依赖 越南和美国走得很近 这个其实就不治 这个非常不治 因为你面临的中美 你现在去调中美之间关系 美国现在利用越南的亲近 给了他干涉亚太地区空间 亚太的局势越南 首先南海动荡 越南也要承担责任 但你看他自己 面对洪水 把责任甩给中国 这其实也更多的看到什么 看到现在中国一带一路向 面临的困难 越往深合作 面临困难 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看得一相二书 越南肯定不是朋友 越南现在肯定不是朋友 中南半岛这块 除了越南以外 大多数国家跟中国都是朋友 除了越南 东盟里边一个越南 一个菲律宾 这两位都不是中国朋友 我们和这二位 打了多少年交道 跟越南干过吧 跟菲律宾干过吧 而其他国家 中国一直保持两国关系 这个现实其实挺残酷的 原因就是这二位和中国 在南海 包括各方利益上 都有历史因素 也包括现在的 中美对抗因素 我讲过 但凡是齐强的 最后的下场都是被刮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最后苏联接地之后 当年齐强 一个北约 一个苏联 后来被刮了 大谢八块 但凡这种齐强的 咱们没有说越南 我觉得未来就是被刮了